今天啊,我们朋友啊,来到了这个,应该是残龙山的后面啊,就是北面啊,这边有一块地方,叫做同岭啊,那么的地方,参观一下啊,说这里边啊,植被啊,树木挺多的,有些树木呢,非常珍贵啊,这边还有一个小小小池塘。 这种树啊,造型树啊,还挺贵的呢,说这一树这个松树呢,得值五万。 这里呢,有一些叫木梨的啊,这是木头的木梨的,梨树的梨,但这种果子呢,它是不能吃的,就是说特别香啊,咱来看看闻一闻,到底香不香啊,满地都是啊,这些地儿很多。 我闻一下吧,看看,嗯,真是透,透皮香啊,真是,亲人心脾的那种香啊,一人摘六个,哈哈哈哈,不能吃啊,吃了八八了,啊,六六大叔,一人摘六个,啊,这就,这叫木梨,都都落地下了啊,都浪费了,都是,不能吃啊,是吧,啊,不能吃,但是味道很好,味道很好闻啊, 哦,哦,这是我还第一次听说啊,有这种,对,啊,陈老师,味道怎么样啊,香甜香甜的,香甜,你没啥怎么知道甜,闻的香甜是吧,哦,这样子的,真香吗,闻的香是吧,你带着口罩还能闻出来,哈哈哈哈,哎呀,我这是,到这来啊,就是,闻的满鼻都是香味啊, 哦,的确,这满地都是这种果子呀,咱们有人剪呢,这么香的,你看他们,啊,他们剪开了,从上一个比较好的用,一切屌,打下来了,哈哈哈哈,对,真是上面够大的,看这些,真是够大的,嗯,就是可以卖啊,也来卖,啊,这也能对外销售吗,对外销售,像一棵素得多少钱,这个没办法, 说你看什么呀,便宜的几千块钱,贵的还有好几十万一颗的,是吧,有什么素,好几十万的呢,我还真不知道,你也不知道,是你朋友的,哦,你看这上面,啊,这个素,这上面,这一株,哎呀,这个过瘾吗,过瘾过瘾,过把眼瘾呗,哈哈哈哈,看一看,对,拍拍,这美女收获了这么多,哈哈哈哈,你这也收获了几个,是吧,也剪了几个,我不会讲啊,最后发开, 遍地的果实,对,有大有小啊,啊,这,有的剪三两个,有的剪这么一个,一小兜,哈哈哈, 你这收获满满,哈哈哈,啊,这些果子,也没人摘,也没人收,啊,就自然的,啊,就掉落在,这个地面,或者是沟里,啊,这个园林这个地方呢,还有别有洞天,啊,这一个小院, 小院里,不止这些景观也蛮好看,啊,这白,色的小石子,啊,弄得跟那个湖泊一样,然后一些岛,绿岛,中间一些,啊,小山,小甲山,石头百神的山,啊,小景不错,我现在都搞不清楚是什么单位,啊,是个人呢,还是,集体的,还是, 怎么回事,哎,反正是有小桥流水,有亭格,还有小鱼,嗯,位置就在,啊,咱们藏龙山的后面,北面,啊,叫做统岭,啊,刚问了一下,这是个苗圃,啊,一个个人的苗圃,承包的苗圃吧,啊,这是培植的这么多的,这种品种的,啊,不同的树木, 可能,啊,可能,也可能,啊,对外销售,啊,咱没有问,啊,看这树的根,啊,根的话,就跟那个石头一样,啊,感觉很坚硬,啊,这是无花果,不,这是那个,紫微啊,啊,这还有两个,叫残橱, 湿掉,自动喷水,看,在我的镜头的,右面,啊,是多夫山,啊,这个,正, 南面,啊,就是,就是藏龙山的后面,啊,背面, 好地方,啊,